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凯 赵新区支队防火先都一科引号文 赵新区支队雾华道消防救援站 战斗一班副班长蔡爱卿 雾华道消防救援站 特勤一班消防员毛雨 吴华道消防救援站 特勤二班班长王康 吴华道消防救援站 特勤一班班长毛剑彪 站到我们这个消防员们旁边 我觉得我都一下子显得渺小了很多啊 哎 婷婷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有他们在 我肯定安心 一切困难都不叫事 谢谢我们的各位消防员们 来 我们赶紧收拾 刚刚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消防员们 看得出来他们的艰苦训练 带给我们这种踏实感啊 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他们平时的训练是一个怎样的强度啊 我们几乎每天早上 利用早操课时间都会进行一个 五公里或者负重五公里的长跑训练 单杠 双杠 爬杆 折反跑等一些科目 保证我们日常基础的体能储备 为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 守护我们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打好基础 那这个您看啊 刚刚您说的什么单杠 双杠 虽然说我们达不到您的程度啊 但是应该普通人也是能接触到的啊 对的 没错 那您这个雕方员们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个特殊的器具 和我们平时训练锻炼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接触一些假人 假人 因为我们在日常的救援当中 涉及到可能会搬运一些我们的伤员 对 训练过程当中使用假人进行搬运 今天我们也把我们日常训练的 120斤的假人带到现场 让大家体验一下 这样吧 我们请我们向上演员 我们向上演员都是高大卫猛 身材魁梧有力量 来来来 房博迪 把他挪到舞台中间来啊 你看我们向上演员也要抓个儿 来来来 你先过来上一块儿 来来来来 行了 那假人你搬得动吗 就是刚才我们在下边看的时候 我真没觉得他有一百二十斤 你试试 你这弄坏了我还得提钱 你这个儿高我觉得没问题 我试试啊 因为我每天早晨起来 我都坚持六十个俯卧撑 来 那挺厉害的 有点意思 没动啊 我刚看着这个下巴弄你了 你从来就把自己给扔到哪了 不行啊 行了 搬了两搬没搬动 哎呦呦 坐起来了 好 哎呦 小心点你的腰 等会吧 你的腰 这要是伤员就摔坏了知道吗 来我们家人吧 周培安 周培安平时也是经常锻炼的 周老师您先自己试试 刚才是搬了两搬没搬动啊 周培安这个 刘神 刘神 好 哎 你把那腿我递过来 还得递过来是吗 我还得给你递腿 咱俩是抬试试行吗 我拎脚 我耗脚 来 准备 走 哎呦 哎 头这把腿咱俩换了 脑袋呀 这脑袋行吗 这个他太硬了 我再跟你加一个要不 这圆空东的 来 全吞的西方 咱三人来行吗 不不许 哎 这个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这个训练是为了战斗 就是战斗的时候 这个人脸上没有个瓶 知道吗 咱得按着这个人来 知道吗 我们正常训练的时候 是不允许使用这些瓶 哎 正常训练没有这个啊 你得按着人来 我搭起来 两拐 来 你们也抬起来 放我身上行不行 我试试 把他挪到舞台中间来啊 对 来 这假人好像 还是就我们三个的 好 这好头你得拽上来 来来来 没事没事 来放 你们俩别上啊 他比我们俩 等会剩了几个现在 一个 站起来嘛 注意腰啊注意腰 你们俩可以帮一下忙 别别一会儿还得演出了 来 三个人可以一块使劲齐心合力 能弄到中间就行 来 好 呼呦呦他站起来了 走 三人一起 有鞋呢 鞋被假的穿上来 谁把我鞋偷走了 不行放放放 注意腰注意腰注意腰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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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平时你们训练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假人 得用什么标准来搬动他 几个人 我们正常的话就是抗运假人 抗运 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救援当中 除了我们要背负这个假人 我们身上还要穿上 我们所有的全套装备 这装备多沉 我们的装备全套装备 加起来应该是在80斤左右 好谢谢我们三位相声演员们 这个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体验 来谢谢谢谢 回去传吧回去传吧 这个接下来是不是得看看 我们真正的消防员 他们是怎么训练的好不好 没问题 我们请我们的消防员王宇 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日常在训练过程当中 如何使用假人 和救助假人 好我们有请王宇 欢迎 王宇 准备精彩 准备精彩 是 开始操作 能力展示 悲才 假人 深蹲 还能深蹲呢 咱们日常训练当中 也是要求我们的消耗员 要有足够的腰腹力量 所以说没有足够的腰腹力量 是很难达到这种救人的这种 我的天哪 感谢王宇啊 你平时就像刚刚你超练的这种强度 你每天要练多长时间啊 两到三个小时 两到三个小时 真的是不容易 平时的汗水才能换来战时的胜利啊 谢谢王宇 谢谢啊 掌声送给你 您看这么特殊的训练 一定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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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进行考核 都会有被淘汰掉的消防员 嗯 其实我们潘海青刚开始入选的时候 成绩并不是很好 甚至是在倒数的行列里面 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兼任不拔的这种意志 坚持到最后 成为了走出国门的十二分之一 真的是我们天天的骄傲啊 那您看我们这个操练的这个甲人啊 呃您是说了一切要从实战出发 我们这个救援真人的时候和这甲人是不是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嗯 咱们假人主要是训练我们的力量 力量 咱们真人在灭火救援实战当中 嗯 我们肯定要对人的身体情况 嗯 进行分析 嗯 然后利用我们有一个训练科目叫做 背台扛抱 对我们的被困人员进行救助 哦 这样我们找一位真人配合您咱们来操练一下好不好 没问题 好吧那个量员吧 是的 你的形象有点像甲人 我是甲人员 来吧 好 您看这个这个甲人员成长吧 行那我们 开始救援 请我们的两名队员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背台扛抱 好 潘雨晶王宇 到 下面由你们展示背台扛抱 开始 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模拟的也是我们的救助人员 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活动能力 所以说我们利用的是这样一个配合的方式 然后把人飞起来 好 也谢谢量员的配合啊 非常的到位 表演逼真地都给我们擦干净了啊 谢谢你们啊 谢谢谢谢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消防员们的精彩展示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我们两位消防员 好 谢谢谢谢我们的两位消防员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训练科目吗 更重要的要求就是我们的使用装备器材 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关的展示呢 由我们消防救援站的装备技师王春平 给大家展示一下空气呼吸器的盲装 懂了就是我们常说这不是我闭的眼都能干 但是其实这是夸张 你闭眼你你干不了 但是咱们消防员必须要求毕了眼都能干 对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王春平有请 这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 还有宣传当中看到的我们消防员的空气呼吸器 我们要求我们在进入建筑内部进行灭火作战的时候 都必须要佩戴空气呼吸器 里边储备的是压缩空气 能够保证我们在有毒有烟有害的气体下 保持镇压我们消防员自身的呼吸的安全 明白 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没错 好 我们这个能摘下来吗 我们看一看 可以 这个有11.8公斤 这个真真真挺重的 盲撞这样一个设备 对 因为我们在火场当中 经常面临的就是气瓶压力不足 我们需要更换气瓶 所以说我们要求我们的指战员 能够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 也能够更换气瓶 盲撞扑扑 也就是说这其实也是和实战有关系 对 没错 我们所有的训练都是围绕实战的 那接下来让这个春平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他需要先把空气呼吸器 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开了 我们这个空气呼吸器是9升的气瓶 里边能够储存是2680升的压缩空气 好 没问题 开始 哦 得先把那眼罩戴上 哎 这个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好 哎 这手速非常快啊 哎 紧了 好 先把这个扣袋扣上 嗯 哎 哦 这就 就是刺的一下就是好使了 嘿 嘿 这带着太帅了 好 哦 这就可以呼吸了 好 好 练这个需要花多长时间啊 两三天就是可以 两三天就得练到这个程度 不是 这两三天就是可以就是 试图的装上 两三天我能找着这哪个东西 对哪个东西能装上 对 那就练到你这种速度 得需要多长时间 半个月左右吧 好 谢谢春平给我们带来展示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您看刚才您提到 除了这个救人 包括这个我自我的一个保护 我们知道这个消防员有的时候 还会要有一些个救援的行动 比如说要有一些破拆 这个您有相关方面的训练吗 破拆器材也是我们训练的工具之一 经常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 就是五尺具 今天呢 我们也是让我们的队员 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使用五尺具 切割 钢丝 是在电灯泡上切割 因为 这是训练我们消防员 在日常过程当中 利用臂力端住破拆工具 而且能够精准切割的 这样一个项目 我明白了 这个灯泡和钢丝的距离 大概有 大概是在两毫米 那几乎就是挨上了 对吧 没错 由我们的特勤一班班长 毛剑彪为大家展示 他呢也是代表咱们天津 参加全国火焰篮比武 经常参加全国的比赛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请上毛班长 这个训练的标准是非常的高的啊 距离很近 不能伤到灯泡 要把这个钢丝锯断 是不是 没错 没错 好 那接下来我们 听我们的毛班长 来给我们展示这个项目 好不好 好的 毛剑彪 下面由你展示 无始锯切割 准备切割 准备切割 开始操作 这一根就续断了 还挺危险的 手头真有底了 这个 我就卡了 这一根灯泡 也就酷得这样 好 太棒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这第一个灯泡没有问题 第二个也没有问题 第三个 第四个 好 所有灯泡完好无损 好 我想 我想说一句啊 因为我刚才其实看您 就是在切割 第一个 这个灯泡的时候 那个火花进出来 我特别害怕 我往后一直在躲 一直在躲 我特别害怕 但是我无法想象一个 这么有力量的一个男生 然后拿着一个这个无始锯 他能做这么一个细心的一个工作 很轻巧 我们这一台无始锯的重量是在十公斤 十公斤 还得先举着他 对 我们每天如果要训练这个科目的话 我们要做到什么叫举重若轻 嗯 然后每天几个小时长时间重复的训练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向你们致敬 这个其实我觉得 关键是要有稳定性 有力量啊 谢谢我们的毛班长 谢谢 您看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破拆啊 那么在营救过程当中 还有没有更复杂困难的一些情况出现呢 有 我们在处置交通事故 还有一些破拆的时候 还有可能会使用到我们的液压破拆工具 我们在日常训练当中 使用扩张器 加运轻的 气小的物件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破拆工具 普遍都比较重 要求我们对我们的所有的破拆器材 能够精准化操作 我明白了 这个我们消防员的训练就是 越重的器材越得干细活 对 没错 由我们的消防员张新涛 给大家展示 使用扩张器 加运乒乒乓球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张新涛 有请 张新涛 好 下面由你展示 扩张器 加运乒乒乓球 是 准备器台 是 是 这一点都不能差 这个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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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身它自己还有震动呢 那种管子 那种管子啊 对对对 操作力比较强 这个其实加固铁好加 铁啊 石头是吧 对 这个要是说的 你把一个东西 直接给它加碎 或者是给它撑开 倒容易了 这加乒乓球 需要的力道太精准了 真不容易这个 一遍成 好 好 太成功了啊 乒乓球完好无损啊 我来检查检查啊 看看这乒乓球 是不是完好的啊 哎 行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这个也没问题 好 我们给你增加点难度吧 这个乒乓球没问题啊 我这个 刚给我闺女买的鸡蛋 这你能试试吗 可以 这也可以 可以 你可别加破了 加破得陪我一个 那咱看一看啊 能不能把这鸡蛋给我们加下来 好吧 这难了 这也太难了 好 哎 非常好 完好无损啊 我闺女这个 晚上这个晚饭算保住了啊 嗯 曲小乐今天肯定有鸡蛋吃 很好 我们不信 不信 不信 熟的吧这是 那假鸡蛋 他们家人牙口特别好 那鸡蛋肯定硬 你说谁说是假的 快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假的 好不好 好吧 就是这也没错 谁说啊 你看 十斜日的 火 真是 咱不全陪他一个啊 陪 谁说 是不是 嗯 好 今天可以暂时到台下休息啊 谢谢 今天啊感谢分享的这么多 也感谢我们的消防员们 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展示 接下来咱们大家一块放松放松好不好 好 我们这么多专业的向上演员 咱们听听他们的向上好吧 好 再接下来首先有请我们的新杰房贺迪 有请两位 好 非常感谢大伙热情的掌声 谢谢大伙 咱们这是个什么节目啊 咱们这节目叫群英会 我觉得群英会所有的编导观众和演员都不在意我 怎么不在意你了 今儿是个什么日子 今儿录节目的日子 都以为是录节目的日子对吗 可不就这日子吗 果然不在意我 怎么了 但是我还是想对我自己说一句 说什么呀 生日快乐 对不起对不起兄弟 这是我当搭档的有点 对不住你啊 导演也是 你看录节目的时候都报资料了 提醒一下 来来来兄弟 生日快乐 你果然不在意我 怎么了 确实不是我生日 出去 有病吧你 到这干嘛来了 骗我玩来了 开玩笑嘛 谁跟你开这玩笑 我这不了解你嘛 是吗 他最讨厌被别人骗了 那倒是 谁骗他都不行啊朋友们 我这人性格直 前几天我跟他在家排练呢 他女朋友来找他了 对 逛了一天街 嗯 女朋友就敲门了 是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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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房 嗯 开门门 哎呀 开门门 全是叠死 怎么了 你知道吗 什么事啊 今天 我去逛街了哦 逛街的时候太渴了 用一块钱买了一瓶可乐 然后你知道我碰见谁了吗 谁呀 碰见秦始皇了 啊 他约我去西安的兵马俑蹦迪去 搭档一听 发烧烧糊涂了吧 这不骗人吗 可不是吗 胡说 嗯 一块钱能买可乐吗 骗人 跟秦始皇蹦迪那事我信了是吗 嗯 我质疑的是一块钱买可乐 你不相信物价那么低啊 我这怀疑的角度也太奇特了吧 就说呀 骗人不好 那当然不好 尤其有谎言真的很不好啊 嗯那是 是不是啊 对 而且大伙小时候都学过一个不要撒谎的故事 哦什么故事呢 囊来了 啊把串上来吧 上串干嘛呀 囊来了不得配串吗 哪个囊啊 你说囊来了 大灰囊 快快快快 大灰囊 听听 大穷猫 嗯 嗯 花蝴蝶 嗯 大鸡鸡 大伙看看 哈哈 土别许 哈哈 什么都出来了 你少来这个网络卖萌语言行吗 不都是这么介绍的吗 大灰狼 狼来了 行 嗯 这个故事都知道啊 咱把这个狼来了的故事 现场还原一下 现场 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一看 哦 撒谎不好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 你看我们这个像是老少皆宜 我就演一个四岁的孩子 哦 你呢也别闲着 我 你演我放那个羊 四岁的孩子 啊 放一只这么大的羊 错 是放一堆你这么大的羊 再把这孩子踩死怎么办 不是放羊吗 不得放羊吗 就是放羊 我不能演羊 我得演人呢 你演个羊人 没有外国人 你演个什么 这样吧 你说 我演那个山下种地的农民伯伯 太好了 我演放羊的小孩 对 你演一个96岁高龄 没有那么大岁 50来岁行吗 50多岁 好不好 这可以 咱们开始 行 这个呢就是你的锄头 这就当锄头了 你在山下除地 行 这就是我的马边好不好 好嘛 拿马边放羊 甭管 行 正式开始 那咱们开始了 你先除地吧 行 我过来放羊 那开始了 开始 过来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演的是一个放羊的孩子 不是放羊的疯子 我这不能控制住这帮羊吗 我多机灵 我羊都吓跑了 你得稍微正常一点 正常的孩子 正常的孩子 来 开始 大家好 我是个正常的孩子 今天呢 谁家正常的孩子这么说话呀 不是正常的孩子吗 你能稍微聪明一点吗 聪明一点的孩子 哎 那么有个问题我要问问你了 可以问 我是不是要上山放羊的 那当然了 我上哪座山 哪座山 泰山 不行 怎么不行 门票太贵了 我不光要给我自己垫付门票 我还有四十多只羊呢 一只羊大概得七十多 还有坐缆车呢 我的羊恐高 坐缆车放羊去 你带团旅游去了吧 不是你说这是不能去 它太贵了 你看你问 你非得问我什么山 什么山呢 就差不多的山就得了 你说的啊 对对对 来 大家好 我是个放羊的孩子 能把你的双手举起来吗 我现在要去一个 差不多的山了 又 又 又 我是一个差不多的小孩 放着差不多的羊 来到差不多的山上看见 差不多的狼 看着差不多的村民 我是喜气如羊羊 耶 大伙掌声来鼓励 面对狼群不畏惧 又 呸 你催我干嘛呀 我就说这孩子不正常吧 放羊嘛 哪有放羊的孩子这样的啊 你在中间你 你说唱 多嗨啊 然后旁边那些羊孩 把双手举起来 俩前提都举起来 你在说唱 他们跟你 多可爱呀 有什么可爱 这个画面太恐怖了 那这样吧 我直接上去骗你就行了 你直接来吧 好不好 来 大家好 我是个放羊的孩子 闲着没事 骗一下山下的大人吧 不好了 不好了 狼来了 有狼 2002年的第一场 是 刀狼啊 我还得买票上去看你去 狼啊 狼你在 行狼 不是 再来我想想 我想想 这人你是 大家好 我是个放羊的孩子 上山骗一骗山下的大人吧 不好了 狼来了 小朋友 你看见我了 大狼叔叔 我好饿呀 可以买我的吹饼啊 多少钱呢 一块钱一个 我来五个吹饼吧 谢谢小朋友啊 大狼叔叔再见 拜拜 我有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你提 就你这个身高 演五大狼完全可以不用蹲下 你太不成熟了这个建议啊 我演着好好的 你倒什么乱呢 你会不会演呢 谁不会演呢 一点正文都没有呢 朋友们谁不会演 你不会演 你这个配戏的一般 我怎么一般了 不是我演的不好啊 你配合的不好 我是多好啊 你们演出来农民的那个感觉 你演的好 你演的就不怎么样 我想演农民 我演农民比较好 我演农民比较好 不是不是 我演农民比较好 你长得像 你长得像个孩子 四岁的孩子 五十多的农民 你怎么那么缺德呢 怎么了 我给自己打气啊 我使劲啊 演孩子不正常 演农民伯伯也不正常啊 你给我正常点 走啊 走啊 上山吃草去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呀 今天的天气真好 放羊闲着没事 我干嘛呢 哎 山下有一个看起来不太正常的农民 正常 要不然 我骗骗他们吧 不好了 不好了 狼来了 你听见什么没有啊 啊 我傻也没有听见 我也好想不听见 又好想听见 咋弄啊 我最近耳朵挺不厌的呀 也这样吧 咱来回家拿主题器去吧 走回家 这里怎么还出了个老太太呀 你回来回来 你不太了解啊 这是这个农民 中午呢 在厨地 他妈过来给他送饭 俩人的一段对话 不要送饭 这里就一个人 我就光演那老太太 不行 没那老太太 就演那 农民伯伯 就一个人 确定啊 走 上山吃草去 哎呀 放羊闲着没有事 骗一骗山下的农民伯伯 不好了不好了 狼来了 我好像听着孩子说狼来了 他今年四岁了 已经不是三岁的孩子了 随他去吧 这孩子自生自灭了是吗 你可以找消防员叔叔 我没带电话 就得找你上来 非得找我 对 来来来救你救你来 不好了不好了 狼来了 我好像听着孩子说狼来了 我现在要去救他 哎 狼来了 等我呀孩子 这怎么一个小时了 还没上来呀 跑错山 迷路了 消防员叔叔 救我呀 你过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呀你 就这一座山 你给我上来 只有一座山 就一座山 直接上去救你 来来来来吧 不好了不好了 狼来了 我听见孩子说狼来了 我要上山去救他 孩子 狼在哪里 骗你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狼 你居然敢骗我 罚你两只羊 走 你给我放下 你给我放下 什么 哪有罚羊的呀 这不是撒谎的代价吗 不行 你教育我 口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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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这么胖干嘛 我都拽不动你 你教育我 你教育那羊干嘛呀 孩子呀 不要骗人好不好 好的 俗话说的好 骗人的孩子 长不高啊 叔叔 你从小到大 一句实话都没有吧 不要打听叔叔的过去了 好好地做一个 健康的孩子 不要再撒谎了 好的 我骑着羊下山了 哎 到底骑走我一只羊 第二天我又来放羊了 我呆着没什么事 那个农民又来了 还是骗骗农民伯伯吧 不好了 不好了 狼来了 我又听见孩子说狼来了 我还要上去救他 孩子 狼在哪里 你又上当了 根本就没有狼 你居然又在骗我 那么这次我可以罚你两只羊了吧 不行不行 你给我抓起来 你们家开火锅店的是吗 你管着你 啊 你上我这进货来了不行 我不得有点东西吗 教育 教育 口头教育 孩子啊 不要骗人了 骗人的孩子 会失去羊的 我骑着羊下山了 丢两只了 第三天 我又来放羊了 还是嫌着没有事 继续骗他们 不好了不好了 狼来了 我又听见孩子说救命了 我要上去救他 孩子 下山 你推死我了你 干嘛呀 我救你你推我干嘛 你这次不能上来了 我前面已经骗你两次了 第三次你就不信了 撒谎的孩子被狼吃 这是一句老话 不不不不 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 这个结局太不完美了 这怎么了 电视机前小朋友看到这个结局 肯定不开心啊 这故事就是这样 咱可以把它弄得圆满一些 怎么来啊 好比第三次啊 我又上山救你了 又上来了 最后呢狼真的出现了 咱们一起齐心协力 打败这个大灰狼 怎么样 还来个大圆满的结局 好不好 咱再来一次 那咱试试 可以吗 瞧这结尾怎么样啊 来 不好了不好了 狼来了 我又又又听见他在说狼来了 我要上去救他 孩子 嗯 狼在哪里 就在那儿呢 那儿 这狼还挺厉害 看见了吗 我看见这个狼了 白衣服旁边那就是 熊狼 熊 我看见他了 这狼还挺英俊 他要过来的话 咱也不要怕他 是 好不好 叔叔教你怎么办 怎么来 音乐 音乐 你听的呀 怎么还有音乐呀 面对狼群不着急 先给自己打个气 努民伯伯对不起 我们一起来努力 狼呀狼你看仔细 勇敢的小孩在这里 加油相信自己 我骑着羊儿下山去啊 他就走了 谢谢 谢谢 小小酒报警 哎 假如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该怎么办 那还能怎么办 我换个搭档呗 本来莫尤三合一新方法 养股骨关节 营养物补比利 赞助过去